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跟大家说声,圣诞快乐 因为明天公众假期 我们A1解困休息一天 今天流动直播室来到政府总部 等待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中 就会上来讲一下退休保障咨询的几条支柱 今天仍然有不少的报章跟进 林郑退保方案周永生 隔空咬她 我觉得争论也好 我觉得肯争论也好 最坏是什么呢? 最坏就是有一笔学者杯葛退保咨询 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要杯葛你 为什么要杯葛呢? 杯葛了就不搞了 周永生也好一些 他的说法就是 我都希望政府走第一步 你不走第一步 不论你贫穷 不论你什么方案都好 你希望你走另外一个方案 也先走一步 如果你杯葛的话 是什么都没有零 原地打步 其实对于长者来说 不是一个好处 还有我看到他们说 还我真退保 不要假咨询 下面这里写 是 其实整件事 他是用正改方案的玩法 是啊 昨天他出席的咨询会 大家都很熟悉的动作 交叉的动作 但是我想说 其实是一样的 为什么呢? 其实政改和退保有一个好什么样的 是 你政改方案不过 你不是说 不投票就最多不投票 虽然我跟你就觉得 为什么不投票不投票 至少有一票在手 你现在退保也是这样 老人家没有退保就没有退保 用以前的方案 真的不合理的 是 因为他们说政府没有听取 他们学者的方案 是吗? 是 他们自己找了咨询 但是政府的咨询 他们就不出席 完全不明白 另外今天值得说一说 就是 聖诞流流 《文匯报》都真是 哦 习近平 确保一国两制不走样 拍摄习近平 真的是文和题一样 这个都玩就不得了了 但是都有失算 因为习近平在那边 习近平毛好似 好像梁振英 是啊 不过 看看怎么调一调 是啊 你放在上面 习近平毛 但是他又不想他自小 一定要大 是啊 那就难走了 是啊 所以都是 《文匯报》也是 《文匯报》就是习近平 《苹果》 梁振英靠哪座 《苹果》 习近平一国两制出现新状况 《苹果》 就梁振英比习近平 其實都很难得 《苹果》一赞 梁振英比习近平还比习近平 《苹果》大 好 那是什么意思呢 《苹果》 《苹果》 因为以往如果大家有留意这些术识 其实基本上是坐两张椅子 那两张椅子就是 就像我和Vincent那样 一人一边 大家好像聊天 但今次如果大家留意到的状况 就是一张桌 那习近平就坐了一个主席位 那梁振英就坐在旁边 好像是一个开会 我现在报告给你听 我之前那年做些什么 下一年就会做些什么 那个感觉好像老板和下属的关系 那些人说 要被人看到就是一国 其实就是一国要先行的 你不是说 香港和大陆和中国是平等 没有这些想法 所以就很强调这一点 告诉别人 这是一个可能性 是 另外一个可能性呢 另外一个可能性呢 我觉得是三个字 是 三个字 脚硬硬 脚硬硬 就是脚痕在下面 不是 因为呢 你看一下 看过去这几张照片 这几张照片 无论董 阿曾 还是梁振英 他又不敢瞧脚 然后他又要抹脚 然后手永远又不知道 放大腿 摆脚 摆脚 还是摆膝 摆脚 接着呢 你知真的不准开始写肚子 是的 他永远就这样写 好像很小 不知道怎么样 好像很辛苦 是的 那你有桌子 是 就容易写很多 嗯 如果有桌子 坦白说 你想想 如果有桌子 你就没理由不是这样坐 难道你这样坐对面 嗯 是不是 坐对面就真的谈判了 就是周永迅林郑那些 其实 如果坐就一定是corner 我去做访问 都是这样拍的 一定会 是不是 所以我又觉得 可能纯粹是脚眼眼的问题 周永远 不是 当然你的感觉 突显了一国两制 是 没有坏了 肯定觉得 那内地也有说 这次 一反之前的做法 其实是有些目的 就是应该就 形象 是的 那脚眼眼都影响了形象 是 脚眼眼都不好看的 是 但是也想让市民看到 感觉上 不要只是觉得 香港真的可以 就是一些 港独的声音 他之前很害怕 内地很不喜欢 听到那些声音 在这件事上 他就可以澄清 是